在台湾228发生之后 很多人受害者的家属 要面临一个很大问题 就是预备为被杀的家属 来收尸的难过 有些家属去收这些大体回家 心里是非常的煎熬 因为好像这些受难的家属 他们的家人好像被当成犯了什么样的罪 然后他们家人被枪决 因为有人被看清 也套上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 而无法抬头 相信他们心里是百感交集 因为亲朋还有都不敢去协助 你想想看 耶稣被钉死在石架上 门徒都跑了 还有谁敢去收拾耶稣的尸体呢 这好像有类似的状况 但是约瑟这位富有的宗教里是有 我们看到在马可福音15章 说他是一个尊贵的义士 在路加福音23章记载 这位义士是为人善良公义 约翰福音19章描写 这位人是暗暗的做了耶稣的门徒 因为害怕反对耶稣的犹太人的势力 所以他就不敢出声 可是当耶稣被钉死之后 他不管压力害怕或后面的权势 他勇敢地去向彼拉多领了耶稣的尸体 就是为了要好好安拥葬耶稣 他并不在乎别人的眼光 也因为他的地位名声 以至于彼拉多愿意接见他 顺势让约瑟领回尸体 他将耶稣放在自己家族的墓园之中 一般人是不会这样做的 有太多基督徒说要跟随耶稣 却在耶稣紧要关头说放弃了 门徒离开了耶稣而去 彼得自认 自己可以跟随耶稣为耶稣而死 但他却否认耶稣跑走了 只有剩下一些妇女 她们的勇气与对耶稣的爱 是可以见到的 敬天爱主事实跟随耶稣 与你的年龄 学历 性别都没有关系 愿意全然牺牲为主摆上 乃是我们的心 现今世代的教会基督徒 有多少人是可以跟随耶稣 为耶稣而死也不放弃的呢 我们只有从基督徒被破坏的国家 社群职场之中 可以得到真实的证明 当今教会兴旺的国家 因为宗教是非常自由的 但是当害怕破坏领导 有多少人愿意跟随耶稣 为耶稣而死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